一群来自十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 参加了单车环岛活动 六天五夜三百五十公里的旅程 他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朝梦想前进 曾经是大人眼中的问题少年 而现在他们已经不再让父母亲担心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加油加油 大太阳下汗流浃背 这群孩子们互相加油打气 靠着自己的力量 还有同伴的鼓励 一步步朝着梦想前进 每一个路上每个人都在加油 站上舞台大声分享 看似简单 其实需要满满勇气 十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年轻人 在这个暑假 参与由力兴基金会主办的 神轨骑航支寻找半岛铁合活动 自行车环岛花莲六天五夜三百五十公里 这群年轻人不只要挑战自己 更学会关怀别人 进一步伸出援手 甚至在这过程中 找到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找到除了环岛以外的目标 就是我想要当一名社工 因为我之前也是一个社工的服务的少年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 他看我长大 然后我看着他们长大 对 那种感觉很特别 阿德曾经是大人眼中的问题孩子 来到力兴基金会办理的台北市南区少年服务中心 已经有六年时间 从一开始的抗拒到现在的回馈付出 都靠这群社工们的默默付出 希望少年他们可以从他们先发现自己的能量 能量之后他们有能力了 他们就可以把这样子的东西去感染给其他的少年 都改变得非常多 如果我没去学脚踏车 我现在不会坐在这里 也不会认识这么多朋友 曾经对自己还没自信的一红 过去总是封闭自己 今年暑假 在社工的帮助下学会骑车 跟着出发环岛 力兴南少就是这样 相信少年的力量 提供少年们舞台 更让这群曾经迷途的孩子能够回归正途 找到人生的方向